110年全國運動會5000公尺決賽 女子組金牌由台北市曹淳玉藝人獨跑 以16分23秒89的成績破大會記錄爆走金牌 而三名之爭可說是相當精彩 由宜蘭線賴停選以17分22秒68 陷勝桃園市徐毅捷 以0.03秒之差爆走銀牌 曹淳玉在本屆1萬公尺及5000公尺項目 雙雙破大會記錄 賽後曹淳玉分享 為了準備年底台北馬賽事 到阿里山進行遺地訓練 因為現在就是在練馬拉松的階段 那還可以破大會記錄 是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我們也有到阿里山去做遺地訓練 或者是在河濱做比賽配速的訓練 那其實跟去年的模式是差不多 男技組一開跑 由台中世皇登顯率先領跑 最後李奇如衝出隊伍一路領先 以14分54秒47的成績 奪下首面全運會金牌 同樣來自新北市的曾庭偉及周庭映 以1秒23的差距分別帶走銀牌及銅牌 李奇如表示對於今日能夠奪冠感到相當的驚喜 今天就是這個追我最有力 因為我年紀大不適合追命很快 他們前面比較快我就跑我的配速 到最後還不覺得會贏啊 因為後面的跟很緊 硬地 學長跟得比較緊 因為我避免最後一圈被開嘛 我好像剩兩三圈就有航式加速 不過這些都只是策略 其實到臨場都佔30%以下 不過還是 佔上去的時候是心裡面佔最多 110年全國運動會高手雲集 期待選手在未來的賽事 帶來更精彩的表現 孫內TV新北報導